大口吃下色香味俱全的客家小草 桃園市長曾文燦化身為宣傳大使 推廣台灣本土油脂豬肉 桃園市政府為了提升台灣國產豬的能見度 因此透過跟中央續產會合作 並舉辦2020桃園黑豬大賞 要宣傳台灣豬的好滋味 中央續產會跟桃園市政府舉行 國產的黑毛豬大賞 那黑毛豬佔桃園的豬肉產量超過七成以上 那我們跟屏東是黑毛豬的主要產地 那其實我們的客家料理所使用的豬肉 都是在地的黑毛豬 那我想那個口感跟品質 是比進口豬肉來得好 今天我們請了阿虹師來做客家小草 還有我們的這個國產豬肉的各種料理 那我跟林聰賢主委呢 都是認為這都是我們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我們應該好好的保護我們的這個米食文化 我們的豬肉的文化 桃園市長鄭文燦在專業主廚介紹下 熟練的快國翻炒 一道道的黑豬肉料理紛紛上桌 除了有香氣撲筆的黑豬肉肉燥飯 同時還有滷的油亮的空肉 而台灣黑毛豬肉有什麼獨特的滋味 就讓料理達人告訴您 國產豬肉跟我們的冷凍豬肉吃起來口感 因為國產豬它的纖維質比較細 然後還有保水性比較好 所以它適合燉煮這些都很方便 然後呢雖然它看起來比較油 它肥肉比較多 但是經過我們的料理過後呢 它吃起來不會膩 這就是我們覺得好吃的地方 因為太瘦的部分 就是太瘦啊 會吃起來比較澀 口感會比較偏硬 所以我們會支持我們的台灣的國產豬 我們的桃園豬 其實肥不用怕 因為它的保水性跟纖維質不同 它比較細膩 所以吃起來你會覺得好像吃瘦肉那種感覺 不會很油膩 近期美豬進口議題引發民眾討論 而桃園因為黑豬肉產量高 因此桃園市政府透過弱食國產豬肉食材在地化 並推出地方肉品標章 藉此跟中央推出的台灣豬標章 以雙標章認證提供消費者新鮮安全 且可信賴的豬肉 記者王中均桃園報導